大家好 我是Wallace 我的iPad Air 4終於到了 今天跟大家說說iPad Air 4和iPad Pro的分別 之後我會再跟大家說說整體的建議 iPad Air 4價錢是$4799起 配備處理器A14 4GB RAM 64GB儲存空間 256GB就要$5999 加1000就有LTE版 顏色有灰 銀 玫瑰金 天藍和綠色 我手上的是天藍色 但到了之後我發現它是偏灰的 跟網上看的不同顏色 如果你買來只需要上課作博士 畫圖 做採訪 你買64GB就夠用了 但如果你涉及撿相 平面設計 剪片 裝多個遊戲 就買256GB 不然你會哭 容量一定不夠你用 鍵盤另計的 Magic Keyboard就要$2299 Logitech Folio Touch是$1400 買得iPad Air都是想便宜 Magic Keyboard就不要買了 你買Logitech Folio Touch好一點 當然你可以去買Smart Keyboard 但我就不建議了 但就要買Apple Pencil第二代$999 總成本256GB iPad Air 再加Folio Touch 再加Apple Pencil 其實都$8398 其實都不便宜了 iPad Pro 11吋的價錢就有$6399 配備處理器 A12Z 6GB RAM 128GB儲存空間到1TB 10399 都是一樣 基本生產力和文書 打機就$128 如果執照多媒體工作就要延錄 至於剪片512-1TB 12.9吋不要啦 算上鍵盤也1.3KG 又不是便宜 你買電腦就好過啦 買得iPad Pro也不差 買了Magic Keyboard 2299 Apple Pencil 再加上算在一起都是$9600 如果要便宜的話 配件可以買到其他東西 這個就$200也不用了 再塗個支筆回來就$200也不用了 不過我就不空給了 遲些跟大家比較一下吧 iPad Air有色簡單的好事 大家可以去門市摸一下機器上手 顏色比較漂亮 用起來也開心 平望方面 iPad Air採用10.9吋liquid retina iPS LCD顯示器 解像度2360x1640 264ppi 支援P3色彩廣域 全平面壓合設計 比例4-3 2度500L iPad Pro 11吋都是liquid retina顯示器 解像度2388x1668 264ppi iPad Air只有60Hz 相比起iPad Pro ProMotion 120Hz 那種平時上網掃頁面 用來的視覺體驗是不太好 在現在大眾對屏幕刷新率的需求 都是60Hz市上的時候 就連一部4580元的Galaxy Tab S7 都給予120Hz的refresh rate 是很多人都不喜歡這個60Hz 另外iPad Pro就亮點600nits 當你是看低光的影片的時候 尤其是看電影 或者你拿出外太曬的時候 差100nits都是有差別的 iPad Air就用了A14 Bionic Chip iPad Pro 2020就用了A12Z處理器 Geekbench 5跑分 iPad Pro Single Core 1117 iPad Air 1586 iPad Pro Multi-Core 4475 iPad Air 4220 按套套跑分 帶上開App速度給大家看看 今代iPad Air 4用的是A14 是全市場第一個用5納米製程的平板電腦晶片 效能你會看到比iPad Air 3大幅提升了 而跟iPad Pro 2020相比 雖然還差點 但是真的很接近 日常用不會有很大分別 我用這兩部機 無論做任何東西 流暢度都是一樣的 剪片都是一樣的 所以暫時在2020這個時間 這兩部機的速度和效能 不是買iPad Pro 或iPad Air的主要因素 iPad Air兩邊都有喇叭 官方說是雙喇叭設計 影音體驗有所提升 不過跟iPad Pro相比 都是差一點 今代iPad Air用了Apple Pencil 2 我是覺得蠻好的 因為你本身那支都不便宜的了 799元 799元 還要買iPad Air用了Apple Pencil 2 設計和充電方法很好笑的 Apple Pencil 2 多$200 不用怕沒有電 還有拍上去就可以充電 摸上手都舒服一點 我是覺得蠻好的 值得的了 至於120Hz螢幕 對畫圖寫字的影響 有的 在iPad Pro上面 你會有一個更加貼手的不足體驗 當你畫畫寫字 寫得很快的時候 分別都蠻明顯的 兩部11吋螢幕打機體驗 拿上手玩都蠻好的 兩部你怎樣玩都相信 120Hz螢幕看你玩什麼 如果你玩FPS遊戲 Minecraft、Road of Temps那些 就會有分別 不過一般PG、傳說對決 3D games那些都只是60Hz 除非你玩FPS遊戲 如果不是你兩部機都足夠 讓你在平板上有一個很好的打機體驗 鍵盤的Magic Keyboard就用了整條影片 你可以看我那條影片 iPad Air我就順便入手了這個Folio Touch 這個Folio Touch重640g 合起來都要1.1kg 為何其實都是要這麼重的呢 背面可以包得住 也有三顆東西 即是你不用用藍牙膊的 你放上去就可以了 鍵盤手感 我想說其實跟Surface的Keyboard Cover 有九成相似 鍵程和鍵的尺寸都是我用慣了的 加上上面有一個Function Key 連上它的尺寸大一點的Track Pack 你在iPad上會有一個更加像手提電腦的體驗 它這個設計我會覺得 比Magic Keyboard美麗 Magic Keyboard我還有時會打錯字 在Folio Touch上我打錯字的機會率是少很多的 後面可以調校角度 Flexible比Magic Keyboard很多的 調校都很實 所以你都不擔心走位 鍵盤反轉就可以自動忽略 哇 OK 是一個Surface鍵盤的體驗 我很滿意的 好不過Magic Keyboard的地方 就是它的鍵程沒有那麼多 鍵盤相比Magic Keyboard會比較硬 Track Pack也沒有那麼敏感 還有在Track Pack上沒有用兩隻手指拖 而且它沒有USB-C擴充頭 即是沒有同時插USB-C充電 同時又有USB-C插Portable SSD 放在大腿都沒有Magic Keyboard那麼方便 鍵的造工都沒有Magic Keyboard那麼好 這個設計多些是比一些長時間需要在iPad上做基本文書工作的人用 鍵盤放上去就不太容易拆下來 如果你不是這一類族群的人 就不要買這個Folio Touch 電量iPad Air是28.6Wh 而iPad Pro就是36.7Wh 一小時YouTube播放測試 iPad Pro就由100%到88% iPad Air 4就到85% 還有一個就是鏡頭 其實沒什麼好說 沒什麼人會拿來拍照 最多就是iPad Pro上面會多了超廣角鏡和LIDAR鏡 最有用就是LIDAR鏡 LIDAR鏡怎樣用呢 你可以看回我上一條影片 其他就沒什麼好說的了 前鏡頭的擺位都是一樣 你開會的體驗都是一樣的 還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就是iPad Air的Touch ID 就放在開機上 解鎖速度就不是想像中那麼快 不過它就不支援Face ID 而iPad Pro就是用Face ID 不用戴口罩的話 Face ID會快一點 但是如果現在外出 每次都要戴口罩 用Touch ID也是好事 但為什麼不可以兩者同時存在呢 是一定要是Touch ID 要是Face ID 如果你是看iPad 8 還是iPad Air的話 如果你是經常都用支筆和鍵盤 我覺得是值得你多付錢去買的 它的鍵盤、支筆的體驗真的好很多 至於為什麼選擇iPad Air還是iPad Pro 我覺得你多加一千多二千元 有iPad Pro的效能、容量和Promotion 我覺得是OK的 但是問題是 如果你用手機來做多媒體生產力工作 就不可以買64GB或者200GB 還有看看配件價錢 價錢相差都真的有差別 512GB至1TB就是經常用來剪片 又不想經常用東西過來過去的人用 你是這種人的話就沒得選擇了 你買iPad Pro吧 其餘的呢 你還是先看預算 有預算用iPad Pro一定好 只是iPad Air已經很夠用 你買iPad Air已經有一個很好的體驗了 好 今天說到這裡 下次再見 我是Wallace 希望打了一個屬於香港人的電子產品評測奮道 Bye Bye